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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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题目是设计专利的审查 专利法第121条第一项就界定设计是指 对于物品的全部或部分的形状 花纹 色彩或其应用透过视觉诉求的创作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设计专利是将 形状 花纹或者是色彩及其结合 应用在一个物品上面 那第121条的第二项在说明 应用于物品的电脑图像及图形化使用者界面 亦得申请设计专利 就是在于2013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专利法 对于设计专利除了以往的全部设计 也同时可以准专利部分设计 还有开放了电脑图像 以及图形化使用者界面的申请 这里讲的电脑图像就是指 Icon 那图形化使用者界面我们说是Graphic User Interface 就是GUI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设计等于外观加物品 那设计专利跟发明以及新型专利 在申请的过程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就是设计专利它没有早期公开 就是发明专利在申请以后18个月 或者是优先全日起算18个月以后 会主动公开 但是设计专利没有 但是设计专利跟发明专利 以及一样都需要经过实体审查 但是它跟发明不同的是 它不需要另外提出实体审查的申请 另外就是它跟发明专利一样 它都是两阶段的审查 初审以及再审 有没有拿到申请日呢 就是申请的当天要有申请书 说明书以及图示齐备 当天送的申请书 至少要有载明申请人的全民 国籍 还有所主张的优先权案的国家 以及申请日 我们之所以要求要有申请人的国籍 是因为要判断说 这个申请人的国家 是不是能够为我国所接受得以主张 有限权 申请的时候的说明书 要展明下列的事项 第一个就是设计名称 第二物品用途 第三是设计说明 那如果第二个跟第三个就是物品用途 以及设计说明 从设计名称以及图就可以了解的话 那可以省略 那关于设计的图呢 应该是要有足够的图示 以充分揭露所主张设计的外观 那设计专利它的优先权呢 它只能够主张国际优先权 但是不能够主张国内优先权 这一点是跟发明 还有新型专利不同的 另外就是说 它主张国际优先权的期间 是指那个优先权基础案 申请日次日起六个月内要申请 这一点跟发明跟新型的十二个月 也是不同的 所以申请人在申请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那在经过程序阶段 智慧局程序阶段 看那些文件齐备不齐备以后呢 案子就会从程序的审查 进入到实体审查里面 在实体审查的时候 首先可能会审查到它的标的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 一个设计是等于一个外观 加一个物品 那现在就看看怎么样的东西 才能够适格于它的物品性 譬如说如果说是一个没有固定形状的东西 像炒饭或者是说圣袋这样的东西 它例如像一个粉状物或者是集合体 它没有固定的凝固形状 这种东西就不具有物品性而不能申请 另外是一个物品不具有三度空间的特定形态 比如说气体 液体 烟火 还有光 电 这些东西 它也不是一个设计专利的标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设计是透过视觉诉求的创作 所以如果你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被肉眼看到 那也不能够申请 那另外专利法里头讲到了 法定不与设计专利的项目 譬如说纯功能性的造型 像螺纹这样的东西 它并没有就是purely的 就是只是功能性的在结合两个物体 这是不行的 另外是艺术创作 譬如说我们那个陶的烧那个窑 那烧桃它是因为那个右每次的变化都不一样 这样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大量的重置 所以不属于那个设计专利的项目 另外就是机体电路 电路布局 还有妨碍工序量数 妨碍工序量数的东西 譬如说堵具或者是说 开锁的东西这样的东西都不会被受理 那再来是说明书的问题 在审查的时候 在形式上说明书通常会遇到这些问题 第一个是设计名称 设计名称不明确 像通讯装置或者是书写工具 在实物上我们常常会被要求要修改 譬如说通讯装置会被改成 被要求改成行动电话 书写工具也要更明确 就是譬如说改成笔 钢筑笔 铅笔之类的 第二个是包含不必要的文字 譬如说加了一些形容词 新颖的什么什么产品 然后还有就是轻便的什么什么产品 这样子 那些形容词都是不必要的 然后第三个是 如果你申请的是一个部分设计 你没有讲清楚是什么东西的什么零件 什么东西的什么部分 譬如说你只写一个基座 那审察委员可能会要求你 要改那个名称 把它改成指示灯的基座 或者是说求鞋 但是你只请求鞋的部分 那就改成说求鞋之部分之类的 那物品用途我刚刚有说 如果你从名称就可以了解它的用途的话 那就可以省略 那如果说从名称没有办法了解 譬如说刚刚的基座 我们可能要在物品用途里头写 写明说它是用在指示灯上面 或者是说3C产品 我们刚刚说的行动电话 你为了把它限定为只有打电话用 你还可以把它其他的功能 写在物品用途里头 收发email或者是传简讯上网这些 那设计说明呢就是用来补充 那个说明一下图示中的一些变化 譬如说我请的是一个部分设计 那里头有虚线 我就在这里写说 虚线所表示的部分 是我不主张的部分 或者是说我请的是电脑图像 它是有动态变化的 我就在设计说明里头说明说 它是一个连续动态变化图 那或者说我的左侧视图 跟右侧视图是对称的 所以我的图只有一个 那我就在里头写说 我的左侧视图跟右侧视图对称 所以我省略了左侧视图 那再来是图 那再来是图 因为刚刚说了名称 说明书 再来是图 三个要件 那图我们常常看 见到的问题 第一个是缺图 就是说设计的图示要具 设计的图示要具备足够的视图 来充分揭露所主张的设计 那如果 如果申请的时候图不够 可能智慧局会要求你要补图 那第二个是 图示未参照工程制图方法 可能一开始的图很潦草 草图就送进去了 因为敢申请 那第三个是 各图所示的设计不一致 就是说你的左跟右 或者是说你一个产品 从这边有这个原件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又看不到这个东西 不是因为它被遮住了 而是它漏了画 或者是怎么样造成的不一致 那再来就是你那个设计 你是要主张色彩 但是你的图里头却没有 还有就是 主张设计的部分没有 跟不主张设计的部分 没有明显的区隔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有一些 有一些申请部分设计的 我们不主张的部分 用虚线来表示 主张的部分用实线来表示 但是可能有的地方你画错 如果这边你画的是虚线 然后在另一个图里头 你不主张的部分 却又画实线 那或者是说 这个部分 你在设计说明里头 说你是不要保护的地方 但是你在图里头 却统统画成实线 这样就是造成 说明书跟图的不一致 那这些问题 有的可以经由修正来克服 但是有一些 如果原来的申请文件 说明书跟图里头 没有足够的支持的话 有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修正 造成了那个申请 这个案子就没有办法通过 这样子 那设计专利的实体审查 另外还常常遇到的问题 是单一性或者是优先权 单一性的问题就是说 在我国 一个申请案子 能包含一个设计 如果一个案子的图里头 有两个设计的话 智慧局会要求你去选一个 留在案子里头 另一个案子 申请人可以放弃 或者是就是 再去申请一个分割案 那另外就是优先权 优先权文件里头的图 跟申请的那个标的 应该是要一样 或者是说 已经揭露了那个申请的标的 如果没有的话 优先权的主张就不会被智慧局认可 而如果没有优先权的话 如果申请人这个产品 或这个设计在申请前已经公开的话 那就会丧失吸引性 在实务上 一个设计只能对应一个优先权 如果有多个优先权 申请人应该是只能选其中一个 而放弃其他的优先权 再来我们就看一下设计专利的实体审查 关于专利要件的部分 在第122条第一项以及第二项里头讲到 可供产业上利用的设计 无下列行事者的依本法申请 取得设计专利 在这里我们看到产业上利用 这是专利要件里头的第一个 就是说它在产业上能够被制造或者是利用 譬如说有的产品可能就已经不符合物理原理了 那样的东西是完全不符合产业上利用性 那在审查的时候如果产业上利用性就已经没有通过 那也就不用再往下审 不需要审审引性或者是跟创作性 那第122条第一项第一款是指申请前有相同或近似的设计 已建于刊物 第二是申请前有相同或近似的设计已公开实施 第三是申请前已为公众所窒息者 这三款都是新引性的规定 那我们在这里讲的申请前 如果是有优先权 主张优先权的话 就是指优先权日以前有相同或近似的设计 那新引性的产业上利用性 省过了以后我们省新引性 新引性也通过了以后就要省创作性 那创作性就是在这边第122条第二项 设计虽无前项各款所列情势 但为其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 依申请前之先前记忆异于私己 仍不得设计专利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虽然它跟申请前的席之记忆不一样 但是如果这个领域的人 根据习之记忆仍然异于私己的话 仍然不可以取得设计专利 新引性的判断是在判断申请前有没有相同或近视 那创作性是在判断根据先前记忆 会不会异于私己 在省吸引性的时候只能用一个前按 一对一的比较 但是在创作性是可以有多个前按 合并一起去跟申请的设计一起比较 缺乏创作性的太阳呢 那譬如说那个设计是模仿自然物 模仿一个山的形状 模仿太阳 模仿月亮 这一类的东西 或者是说模仿著名的著作 模仿101那个大楼 模仿巴黎铁塔 这些都是通常知识者 依申请前的记忆易于私己的 那还有就是譬如说 一个汽车玩具 它模仿了一辆汽车 市面上跑的汽车 这样的东西也会被视为缺乏创作性 为什么汽车玩具 它不是用汽车来博它的吸引性呢 而是来博它的创作性呢 我们在比相同与近似的时候 我们除了比外观相不相同以外 我们也是要比物品相不相同 所以一个汽车跟一个汽车玩具 它的那个外观是相同的 但是它的物品是完全不相同的 属于那个第三栏的物品 是属于第三栏的不近似 所以你从这个表对照来看 它的外观相同 物品不近似 所以得出来的结果是不近似 所以在汽车跟玩具 汽车的比较上面 就是只能用创作性 来博它的那个可专利性 那再来我来介绍一下设计专利的优惠期 在专利法第122条第三项里头 讲到 申请人有下列情势之一 并于其事实发生后六个月内申请 该事实非属第一项各款或前项不得取的设计专利之情势 第一 应于刊物发表者 二 应陈列于政府主办或认可之展览会 或三 非出于申请人己意而泄漏 如果说 你申请前已经公开了 或者是说 你申请前 此项记忆的人士 就可以异于私集的话 那就会失去可专利性 但是在这边列了三种情况是例外 申请以前就在刊物上发表 或者是展览会 或者说 你不是自愿的 你被别人泄漏的话 那你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六个月内 就要 就要赶快去申请 那这样可以避免掉 之前所说的那些缺乏 吸引性或者是创作性的事情 那设计专利的优惠期主张不含 因实验而公开者 那个是发明跟新型才有的 但是设计专利的优惠期 并没有这一个 这一个项目 那我前面就大概的介绍了 设计专利的审查 那就是从它的需要的文件 还有它的形式上面的审查 还有它的实质专利要件的审查 那那些部分大概属于 这边讲的第121条设计专利的定义 122条专利要件 124条法定不与设计专利的项目 126条说明书及图示的规定 还有第129条第一项 以设计一申请 还有我大概的提到了 那个第142条第一项准用的 第43条第二项修正超出原范围 那智慧局的就是专利法第144条 还把其他不与设计专利审定的太样 都写在这里 那就留待后续的课程来介绍 OK 那我的介绍就到此 谢谢大家